杨黄老师你好 你好 杨黄老师把你美学背景介绍一下 文秀从业有七到八年的时间 然后我踏入美业的话 应该有快十个年头了 以前是做美容媒体 然后后来专职做文秀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刚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我现在的partum 他是文秀老师 他也是我的老师 那我们一起在这个文秀的道路上 已经走了快十多年了吧 他已经有从业十多年 那我是在他的带领下 慢慢的一起一起做我们的店 然后把事业慢慢做起来这样 好那你本身是湖南人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你觉得在两岸上 有没有在美学上会有一些差异 在美感上 还是会有稍微的有一些差异的 我觉得现在内地的审美的话 他比较偏新中式 反而是有一种复古的潮流 那台湾的审美的话 他是比较趋于自然和谐 对对对 在文秀方面是这样 在内地的话 反而是有一种复古的倾向 那这样子你变成你就要适应各式各样的客人 对不对 对 但是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以自然和谐为主 那你怎么样观察一个这个客人的脸型 搭配他的眉型 怎么样做一个最和谐的设计 哦当然会 这样子会牵扯到美学 因为我们都是以其美容 以其老师的背景 对 然后会有专业的一些美业的知识 然后会根据脸型 股下美学来设计 对 好最后讲一下你今天来这边是 对我今天是既有参加比赛 然后磨练自己的专业 还有一方面我也是有被受邀成为凯模这样 凯模间比赛 你比赛项目是什么 线条的部分线条美 现场做吗 是我们是静态的 静态的 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对你自己的成绩怎么样 有信心吗 应该蛮有信心的 现在还不知道成绩对不对 不知道但是有信心 评分结束 评分已经结束了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看到别人的作品 大概大家的水平怎么样 就是也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但是也有我可以学习的对象 就是有很多这个好的不好的通通都在里面就对 好谢谢杨老师 好谢谢 谢谢 谢谢